在高雄有一家新加坡料理 每到了用餐时间总是大排长龙 而且人潮还排到马路上来 好吃在哪里呢 这家料理口味相当道地 像这碗热腾腾的香辣蟹粥 用的是一整支活蟹 现点现煮 里头搭配的是椰浆跟辛香料调制的汤头 新鲜嗆辣的口感 让人吃了绝对是一口接一口 除了香辣蟹粥之外 也是这家的招牌海南鸡饭 超Q弹的油亮鸡皮跟鸡肉 配上的是香气十足的香茅饭 浓浓的南洋风味 吃进嘴里超级满足 今天从餐车吃到现在 到现在一直开店面 很好吃 超棒 它料理很多 很多一样 而且很到房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来吃 让客人从餐车吃到店面的 就是为在高雄严重区的 这家新加坡料理 老板过去在新加坡工作 特别喜欢当地餐点 早期在七八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在新加坡工作 从事一些航运的工作 所以一般大概半年才回来台湾一次 对新加坡的一些美食料理 还觉得不错 然后就自己去研究涉猎 然后就是这样子把它带回来台湾 把新加坡料理带回台湾 最招牌的就是这碗 香味肆意的香辣蟹粥 我们的香辣蟹粥 是用那个杯冰进口的那个螃蟹 一般它们叫沙沟 那最主要它的那个螃蟹的材质 就是要新鲜 然后我们每天限量 限材限杂 除了新鲜螃蟹 这里的粥是用生的泰国米 直接用鸡汤煮到软烂 充分吸收汤汁香气 再加入以椰浆为基底的 香辣酱汁一起炖煮 上桌的蟹粥超澎湃 一整只螃蟹 还有鲜虾 鱼丸 花枝等配料 无论哪一样 都吸收了酱汁香气 吃来格外香辣殆尽 这个粥就是很南洋风味 然后汤头也很浓郁 而且它的里面海鲜非常多 这个蟹也很大一只 加上它的那个粥是滚的那种 就是很烂很烂的粥 我很喜欢这种粥 很特殊跟台湾一般的粥不太一样 而且它有微微的辣度 就是把海鲜的一些鲜味提出来 我觉得很好吃 而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海南鸡饭 可不能错过 有着特殊香气的米饭 使用进口香茅一起烹煮 Q彈的果冻状鸡皮和鲜嫩鸡肉 可外勾人食欲 搭配甜酱油一起入口最对味 而一旁的爽脆大黄瓜 沾点酸辣酱汁 清爽滋味更是开胃 它的米饭很香 应该是那种南洋的 可能是椰香饭 还是那种玉香饭的味道 所以跟台湾一般吃到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我有去过新加坡 所以说它这一道算是做得 还满道理的 那它的蘸酱蘸起来也非常的搭 因为它的鸡味道不会太重 然后搭上那个酱的话 会把整个鸡味道带出来 另外这道结合新加坡口味 和台湾伊面的乐沙伊面 汤头用多种进口香料 包括姜黄 香茅 南姜粉调制而成 其中香辣关键就是它 老板的特制酱料 这个酱是我们自己去调制的 那最主要它是用一些新香料 有些辣椒干 然后小虾米 然后就是最主要是那个辣油去拌炒 然后整个和一些椰浆去混合之后 吃起来的味道是 有点带一些海鲜的味道 然后又有点很浓郁 散发椰香和海鲜香气的汤头 呈现诱人奶黄色 搭配现极的荆棘汁 让汤头更添酸香味 加上吸附满满汤汁的宽版意面 每口都能吃进香楼花絮 我觉得它的汤头其实蛮浓郁的 而且浓郁之中会带着一点清爽 然后带一点点微微的辣度跟酸度 它这面条其实吃起来口感 就是跟传统意面差不多 可是其实它配上这个新的口味 然后在吃面的时候 会带出它的汤头 我觉得还不错 饭后想喝点甜的 就来杯人气冰沙恐龙美露吧 不过这恐龙美露到底是什么 可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它是用美露 还有Polio的粉末去做的调制 放起来尖尖的 就有人说它是像是恐龙的背脊 喝一口让它液体和那个粉末 然后和在一起 就像有点恐龙的表皮 龜裂的一样 甜香浓醇的恐龙美露 冰凉口感让人一口接一口 搭配牛油夹心的嘎野吐司 这套饭后小点 是新加坡的到底吃法 这个恐龙美露冰箱 然后因为它是有冰沙的关系 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 喝起来非常的凉爽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吐司 就真的是非常好的绝配 然后也是听说是新加坡 非常道地的吃法 一个刀子 一个薄条 然后一杯美露 从餐车到店面 道地口味真吃不变 要让更多旧语新知 品尝到浓浓南洋风味的 新加坡美食